台北市政府公布了最新的確診案例的足跡 其中一人在7月8號時候 從榮總搭車到明泉龍江路口 之後的連續兩天 9號 10號又到龍江路上的烘焙早餐店 13號公布的北市武力確診足跡 其中證明案15388 8號上午下午分別搭乘688285 和榮總接駁車 這三路的公車足跡遍布北市 包含長春敦化北路口站 長庚音樂站和榮總一站 或許也是這類公共運輸足跡疫調很困難 病毒是否會隨著公車路線 四通八達的擴散開來 很難說 負使長也喊話 大宗交通工具的相關人員 要儘快接種疫苗 不然身處第一線 很有可能會成為移動式的破口 公車傳染案例會不會造成進一步的擴散 還是未知數 但證明確診者已經造成加護感染 與案15388搭公車趴趴走 案例同住的案15356 與其案15358 三人因加護感染 這兩名案例也在8號下午4點多 一同到過全聯的松花門市 另外的案15359也造成另一戶加護感染 他7月9號也曾到過內湖的東湖市場 北市突然公布5案例確診足跡 有兩個加護感染 一個是萬華 這似乎也呼應市長曾說的 加護感染是北市下一波的防疫重點 TVB新聞 朱光宇 臺北常報道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 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 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